再來看到的是晚間的社會消息 彰化 秀傳醫院被檢方指控涉嫌炸領健保費 而且四年來的不法獲利超過了四億元 因此檢調今天繽紛多路 搜索了秀傳醫療集團總裁黃銘河的住家跟醫院 並且帶回了黃銘河等十個人帶回徵訊 調查局表示追查發現秀傳醫療集團總裁黃銘河 長期以人頭公司從中賺取上游藥廠給予的 藥價折讓價差 並且從中獲得不法利益 在以現金 提領或是以轉帳的方式 匯入自己跟家人的帳戶當中 從民國99年累積的不法利得超過了四億元 因此彰化地檢署繽紛十四路 展開了大規模搜索行動 並且帶過超過十個人帶回徵訊 要離心事實